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圈子 一二三 一片叶子是三片一组 一桥的叶子 一桥的我就觉得这个桥都对 反来一点 一桥的叶子就差不多这么几颗 人家以前做过几颗 没有 这就很奇怪 可能买的 给你错了 刚才说给错了吗 不可能啊 只差那么多 一个像那个草油 那这样子比草油小壳一点 那个机关花是像 胡椒粉 一个是在那个现场那个 老婆那么买的 另外一个是在展览会场里面的 小姐 一包一包比较大包的 几十块钱 一甩就掉 老婆婆是一小包十块 一小包十块 都是一样的 像小一样的 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用床六栏子 我家的也是黑黑的 那些不要玩现 床六树 就是放叶子 就开了 可以老婆生前 一半 生前 好 床六树 我都没有拿去 那你还放两次 你怎么要自己喂 我不知道 自己喂 我现在想说在台湾怎么怎么养吧 它季节不养 季节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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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台湾的夏天太热了 有啊 因为牡丹花要到雷铁的地方 它温带的嘛 对 我去美国也种了 对啊 也出不来 它是温带的啊 夏天的地方太热了 圈子 圈子还没办 草叶卖了 我那个是 那个以前我去那个 私路的时候 在那个 私路不知道哪里 西安吧 我们去一个庙去参观 我们去一个庙去参观 庙口 这个 这边 它就有种子在那个树上 那边比较小 那边比较宽 直接从我的花上面拉下 工业越漫越来越 好连到它那个 黑色的种子 对 一笔 下来 下来 再上去 再 再 放那边比较好 它要显示它 很好的 方向 方向 嗯 你看 这样先 再出去 我都知道 居然还要去 60度的水 欸 你要60度的水 泡一天 有时候拨出 拨出拨面没关系 一整天 三五十的要换水 等于是说 你要换一种料 对啊 这马上就凉了 都已经在正中间 这60度的水 一边拨一边宅 有个好处 我听说 你喝下去 喝得差不多 喝下去 一点烫的感觉 就是差不多 你 including 红糖的尾巴 手機鍋也可以 方向轉了這樣下來這也可以的 这个就是平时练习写字 走笔的时候气要通 我让它断 接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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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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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